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大部分时间都会在4月5号 今年就是4月5号 那么清明节我们除了要去看望我们的祖先给他们打扫坟墓以外 我们还有一个重要的习俗 就是吃艾叶巴巴 艾叶是一种野生的植物 那它只有在每年的清明节左右才会有 每年的这个时候啊 我们就会去野外找很多艾叶 然后拿回家和糯米 芝麻 花生放在一起做成好吃的艾叶巴巴 但是有意思的是 我发现好像每个地方的艾叶都不太一样 在这个城市 它们的艾叶就跟我的老家不一样 那么今天我就想和你们一起去找一找这个城市的艾叶 看看我能不能找到 好 我们走吧 哇 前面这个地上的看起来有一点像这里的艾叶哦 我过去看一下啊 看一下 嗯 味道有点像哦 那我看一下是不是啊 在中国呢 我们的支付宝有一个功能 就是用AI可以识别东西 那我们现在看一下 我有没有找对 这个是不是这里的爱 哎呀 找对了耶 这个真的是这里的爱 对 那我不知道我们家的那个是什么 因为我从小到大 看到的就不是这种 那我给你们看看啊 大概是这个样子的 这个样子的 昨天我的邻居就摘了很多艾叶 并把它和糯米花生做成了艾叶巴巴 也邀请我去一起吃了 那等一下呢 我就给你们看看 我的邻居昨天做艾叶巴巴和我们吃艾叶巴巴的场景 好吗 那么下个星期呢 就是我们中国的亲密节 亲密节除了要扫墓以外 就是去看我们的祖先以外 我们还要做这个艾叶巴巴 今天我的邻居们在做这个艾叶巴巴 我们就一起来看看他们是怎么做的吧 好 把艾叶洗干净 加一点水 把艾叶打碎 然后把艾叶汁和糯米粉和在一起 取半个拳头那么大 搓成圆团 再压扁 在中间加一点花生 再把糯米团 再把糯米团和上 在下面放一片柚子叶 这样艾叶巴巴就做好了 把巴巴放进锅里 蒸10分钟 蒸10分钟 然后就可以吃了 走吧 我们去尝一个 这个 这个咖啡 我们知道就是爸爸吗 好的吗 这个咖啡 我们一起做一个 大伙子的爸爸 整个 Cloen 去吃的 下个视频见